运球就看Uncle True 战术就学Coa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猫胎兄弟Fis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在当今NBA中 库里的绝对速度相比较其他后卫并不是很快 但他的突破却是非常致命的 尤其是本赛季 34岁的库里凭借突破打出了一片天 总决赛6场比赛 库里总突破数达到78次 仅次于塔图姆的92次排在所有球员第二 同时以50%的命中率得到47分 这个数据仅次于布朗的48分 就像我曾经提到过 库里本赛季的突破表现是他生涯最佳的 而对于突破这项技术来说 如果是又壮又足够高的球员 他们的速度可能不够快 但还可以利用身体创造身位进行突破 虽说库里的身体目前是联盟后卫中算比较壮的 可当他遇到大部分封线球员时 库里就是处在劣势的一方 同时 库里也并没有像莫兰特等人那样的绝对速度 没他们壮 没有绝对速度 那库里是如何突破他们的防线 亦或者是 对于绝对速度不快的小后卫来说 如何像库里一样去突破对方的防线呢 这部影片 鲁鱼就为大家分析 库里的突破技术 看看库里是如何自由地穿梭在对手的防线当中的 其实 从库里的体测数据来看 他的速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慢 底线折返跑11.07秒 速度之王哈里斯11.05秒 螺丝11.69秒 四分之三场冲刺 库里3.28秒 威少3.08秒 由此可以看出 库里的速度并不慢 只是没有像其他速度快的后卫一样 可以让我们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感 而在库里突破的时候 也并没有非常依赖速度 但他相比较所有小后卫 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就是他的突破空间非常大 一般的防守 在面对进攻时 会距离进攻几步位置站定 这样的站位 即使后卫先一步启动突破 也不会让他们的后手很被动 但当防守面对库里时 除非你不想被教练骂 要不然大多数面对库里的防守 都会选择贴身防守 库里结合球出手速度 夸张到只需0.3秒 什么概念 如果没有绝对身高B站的优势下 只要有个空 库里都可以投篮 而且库里作为历史级的射手 不仅仅三分命中率无解 中投也是一把好手 本次总决赛真实命中率62.6% 历史第一 所以库里历史顶级的投篮威胁 让防守极其忌惮 包夹和贴防对于库里来说 可谓是常规操作 就像这个回合 当库里还在离三分线两不远的地方 防守就已经开始对库里实施贴身防守 让库里根本没有任何空间投篮 可这也给了库里机会 连续的运球改变防守重心 创造出突破空间 这个回合也是一样 库里还在离三分线很远的距离 防守就开始贴防 库里随即一个背身运球 过掉防守完成突破 但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库里的突破运球和一般的突破不同 像公认的突破高手 例如韦德 艾弗森 欧文等人 在突破时都是尽量压低身体重心 可以看看 欧文在突破时身体几乎压到了与地面平行的位置 我们都知道 突破的目的在于创造出手空间 而绝大部分持球进攻者主动形成的出手空间 主要有两种办法 一是靠投篮三威胁片重心 让对方降速 二是靠身体天赋力量 速度挤过对方 占据有力空间 几乎所有的突破高手都很擅长同时做到这两项 压低重心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抢战身位 过掉对方再进行技术选择 是使用抛投 中投 挑篮还是扣篮 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也就是说 绝大部分突破者 是为了拥有更多的进攻选择这个目的 去突破对手 而库里的运球 一般是直立身体 运球重心非常高 而这样高重心的运球模式 便于他随时投篮和穿球 就像这个回合 库里在运球突破时身体都是比较高的重心 随后运球拉回创造空间 瞬间抬手就可以投篮 如果这球 库里要是低重心运球模式 那么 当他拉球回来准备投篮时 调整时间肯定会变久 而这就给了防守反应的机会 从而更好地去干扰库里的投篮 而库里的高重心模式 让他运球拉回投篮的这个动作完成得很快 让防守根本来不及反应 这回合同样是高重心运球 在新颖防守后 瞬间把球舒服地送到队友手中 库里的高运球 非常有利于他的合球投篮动作和传球 这会让他的投篮发生得非常快 传出去的球也极具威胁 这会让防守非常忌惮 99%的突破高手 在突破前压低重心 降低运球高度 高速运球 浑身的肢体语言都在提醒防守者 我要过你了 而库里在突破前没有明显重心变化 运球高度变化 这种动作可以更便捷地传球 或者伺机投射 结合库里的投篮范围 动作语言就是 我要投篮了 库里的突破动作 压根就不是为了真正的突破 高重心完全是有利于投篮 而不是过掉对手 库里的突破动作 只会反复告诉你 我就是要投篮 再配合历史顶级的命中率 库里每做一个动作 对防守者来说都是散威胁 这时防守一旦上到 就是给库里突破的机会 所以库里的突破 更像是提前明示了目的 我就是为了更好的投篮 如果你防我投篮 那我就顺势突破 库里有顶尖的运球节奏变化 并不只有高重心运球模式 他又极擅长忽然压低重心的低运球模式 与此同时 库里的运球也是历史级别的 艾弗森曾经说过 库里和欧文的运球比他好 虽不乏范美之词 但也反映其实力 连续的运球节奏变化 加上顶尖的运球控球能力 让库里的突破变得非常具有威胁 再有就是 库里的篮下终结能力是内线级别的 我们对金州拉文 最不能质疑的就是他的弹跳 由于他出色的弹跳能力 导致他上篮出手以后 篮球总是要在空中飞行一段距离 多耽误一点时间 难免会被对手盖那么几个 所以 如何防盖成为了库里突破当中 一个重点值得学习的部分 一般情况下 为了防盖 通常都会让球员多练习拉杆 当然 这种东西对于库里来说 并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 拉杆终究还是会被盖的 毕竟 无论你怎么拉 球还是要在篮筐附近 有一个近距离拉伸的 那总是人类弹跳极限 能够够得着的地方 所以 库里近乎练就了 现役第一水平的抛头 也就是说 尽可能的不让对手 发挥在弹跳上的优势 成为了破解这一困局的解法 库里的挑篮舔篮 有着加藤因一般的手感和质感 所以 库里的突破到底强在哪里 第一就是 对空间和技术能力的运用能力 其次 对于运球节奏的掌控 最后就是显手的运控技术 和历史级别的手感和中间能力 现如今 联盟各职球队对于库里的三分防守的非常严密 库里非常清楚 自己有非常多的突破机会 如果把握住这些突破机会 一方面可以高效地得分 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站上滑球线 当库里突破变得更具威胁力的时候 对手在防守端势必会更加的犹豫 不少球迷认为 现在的库里变得更加难防了 突破和投篮相结合的库里 确实让很多防守者难以捉摸 恐怕 未来会出现更多库里出手很少 但是得分很多的比赛 这都是库里在34岁又重新进化之后的体现 所以现在来看 库里的职业生涯将是很长的 他可以在各种模式当中进行切换 纵观这么多年的联盟风云激荡 不得不承认 库里真的很优秀 可以说是后浪一带的弄潮尔 突破只是他技能万花丛中的一朵罢了 事实上 库里骨子里的无私精神 和为团队奉献的品质 才是勇士的图腾和对魂 是球队攻坚克难的倚天屠龙剑 而且他也证明了 忠诚是可以在这个时代保留下来的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